男人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女人 见她一动不动 顿时心生待意 忍不住想干点大事 可无论怎么折腾 女人都没有一点回应 让男人感觉很无趣 索性将其一把扔进稻草队里 但没想到这么一摔 女人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原来男人所处之地 并不是一般的存庄 而是遍地都是女人的女儿国 他们身处世外桃源 不仅拥有不死之身 还拥有超能力 与男人生活的野蛮地区相隔绝 而男人并不知道有女儿国的存在 她来到这儿纯属是好奇心带来的意外 来到这里后 男人本想找机会逃出去 可还没等跑路 就被这里的二把手麻子姐抓住了 等她醒来时 已经被两个女人钳制在台子上 他们正在用科技手段 查看男人头脑里的画像 想由此得知男人的好坏 经过查看 两人了解了男人的过往 见男人过去杀了无数人 其中的国王决定将男人处死 却被麻子姐制止 最终提议通过投票决定男人死活 一番表决下 男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被发配到面包房当苦力 但这依旧逃脱不掉女人的追击 即使吃饭 国王都会通过魔戒 查看男人是否有害人之意 除此之外 还会召开女儿课堂 给男人普及这里的知识 男人这才知道 这里的女人分两种 一种是人工繁殖省的 另一种是树上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刚来到这里时 看见树上站着很多女人 还一动不动 因为他们都还没长熟 随后 国王给男人做测试 想看看男人的欲望是什么 但无论屏幕上的画面多热烈 男人都不为所动 唯独和国王对视时 男人才有些小路乱撞 这为人见状 忍不住上前调侃 多亏国王无情 才控制住局面 男人又被关回笼子中 与以往不同的是 国王总会悄悄来看男人 还想帮男人厌厌身 只是还没等得手 就被男人发现了 男人误入女儿国 如果想活命 就要跟眼前的麻子姐结婚 为女儿国生儿育女 听到这话 男人很不情愿 赶忙在当天下午偷偷出逃 可逃到边界才发现 这里被一层不知名材料隔绝在内 外边的同伴根本看不到 对此 男人只能先找地方躲起来 误打误撞下 男人发现了一处老人院 这里面竟全是男性 唯一和自己不同的是 他们都是老男人 老男人们看到男人出现 兴奋地将其围了起来 宛如恶狼扑石 多亏其中一位 稍年轻的小哥制止 男人才脱离魔爪 原来 这群男人都是这个国家抓来的 之所以变成这般模样 都是因被榨干阳气所致 长得最帅的 甚至都下不了地 男人一听兴奋至极 赶忙跑到麻子姐宫殿奉献自己 可她低估了麻子姐的实力 没几分钟就承受不住 哭喊着要逃离 这惹怒了麻子姐 为了驯服她 麻子姐将其关进了生态球里 任由下属打击 直到男人认错为止 好在幸运的是 男人一身满力 成功挣脱开塑料 趁机逃了出去 直到逃离到一处无人区 才敢停下来休息 男人本以为自己这下能解脱了 却不料一回头 一群女人围了上来 个个眼神迷离 其中的一个蓝衣女子 还忍不住沾了一滴男人的汗液 拿舌头品尝 品尝后的表情十分酸爽 随后带着身旁姐妹一拥而上 女人在男人身上沾了一滴汗液 伸出舌头用心品尝 微妙的表情 似乎尝到了人间爵味 只见这时 女人们围着男人一拥而上 男人顿时有些把持不住 赶忙从裤兜里掏出一片草药 给自己拜火 随后落荒而逃 令男人无法忍受的是 直到半夜 国王也依旧没停止抓捕 好在男人再次遇见那些 与自己同病相连的老头 才暂时逃开国王的视线 并被带到一处秘密基地 可不幸的是 国王很快就找上门来 并命令手下用木头撞门 男人很害怕 开始在房间内寻找藏身之地 就在这时 一个像小丑一样的男人突然现身 男人很意外 因为小丑男明明之前被自己杀死了 怎么又活了过来 对此 小丑男对男人解释道 这一切都是个局 原来小丑男早就相中了男人的潜质 当初是故意引男人上飞行器 还故意假死骗男人 为的就是让男人破掉这里的烂规矩 因为女儿国已经存活了几百年 不生不死非常痛苦 唯有唤醒欲望 才能打破这魔咒 而现在 男人已经成功了 这里的女人都被男人吸引 男人一听这话 没了逃跑的欲望 因为魅力不允许 只见这时 国王拿刀走来 本是要杀掉男人 却不料下一秒 就败倒在男人的石榴裙下 寸步不离地跟在男人身后 此时 广场上正在举行仪式 男人看所有人都为自己折服 举起枪就要射杀中间的女人 但没等动手 女人就被击毙了 转头一看 是男人的同伙赶来 正准备围剿这些女人 由于男人一早就对国王有好感 于是趁同伙不注意 拉着女人开逃 一直逃到一处隐蔽的小山洞 才停下 此时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本能开始释放 几年后 两人拥有了宝宝 随着孩子长大 两人逐渐变老 等孩子成人离家后 已经老得走不动道 但不变的是 两人感情如出 直至化成白骨 都没放开彼此的手 不变得着 不变得着 没有人的 不变得着